在动物园里头看到这个保全手持长枪真的是把家长给吓坏了 有民众日前到高雄寿山动物园园玩 看到保全手持长枪在园区内走来走去 还以为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来才知道知悉要下阻猕猴用的 不过家长觉得这样很不妥 认为这样不符合教育还有生态保育精神会影响到小朋友 猕猴霸站婴儿车翻找食物看到三明治立刻用嘴巴咬住 开始激动的跳上跳下 猕猴推到了婴儿车撒坏游客受山动物园的猴子十岁退休战 为了喝止猕猴保全拿着操场的空气枪巡逻在园区内走来走去 想确保游客的安全 但不知情的民众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小朋友也跟着紧张害怕 像妹妹刚刚说可以有一些声音或什么就好 可能不刷一个那么具体大的枪或什么这样 猴子它可以用别种方式去赶它 就拿棍子什么挥一下猴子自己会跑 我觉得拿枪打它我觉得不太多 虽然是空气长枪但太招摇 家长认为这样不符合教育和生态保育的精神 会影响小孩回到树山东元保全 以改拿空气短枪 我们经过研究 它不会伤害到猴子 猴子它会害 平时把空气枪放在包包或是口袋 并不会主动亮枪 看到有猕猴出没 点多发出声音驱赶 除非有紧急事件 比较不会去做主动驱赶的这个方式 除非说这个猕猴已经有伤害人的这个行为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保全才会有出手 加拿保全以维护圆区秩序 游客安全为主轴 空气短枪不会随意使用 会和台湾猴和平共存 要游客不要太担心 接下来我们的云王志农兹高雄的采访不到